骷髅堕主 这就是你们血魔教的驻地吗 少年在一片悬崖绝顶站立 倾一挥手 一道挥舞浮现 紧接着 一名浑身散发着阴冷气息的骷髅怪出现 一双眼瞳幽冷邪义 散发着森冷的光芒 此人正是血魔教的骷髅堕主 而这少年呢 自然就是秦晨了 主人 没错 本座以前沉睡的地方 就距离此处不远 乃是我血魔教核心驻地所在 骷髅堕主恭敬地说道 他身上散发着道道阴冷的光芒 气息之浓烈 比之在天魔秘境时还可怕 当初的选择果然明智啊 感受浑身澎湃的力量 骷髅堕主内心无比地感叹 如果不是在镇魔顶中修炼 他岂会有这么好的状态 仅仅三个月时间 巩固了八阶五皇修为 甚至将身上伤势治愈的同时 还更近了一筹 恐怕 光是修复身上伤势都得数年时间 继续在自己那阴冷的棺材里面 躺着好多天吧 在跟随秦晨之后 伴随时间流逝 骷髅堕主越来有一种 怡然自得之感了 你们血魔教的教主 也在驻地之中吗 骷髅堕主点头 主人 一千年前 我血魔教在百朝之地迅速发展 结果遭遇耽搁搁和血脉圣地 联手袭击 死伤惨重 最终教主被迫施展秘术 阻挡敌人 保持下了一部分实力 这些年来我等一直与此疗伤 不过呢 当初伤势太重 加上毒水之后 肉身不适 本座也是两百年前 才再度苏醒的 并且 利用这两百年时间 掌控了不少 百朝之地的强者 说到这 骷髅堕主表情善善 不过之前在天魔秘境 已经被主人拟杀了不少了 剩下的 本座利用秘法 把他们召唤回驻地 不过五王级别 应该没多少了 这次天魔秘境执行 骷髅堕主几乎调集了 血魔教残存的所有势力 本来他目的呢 是想坑杀 所有百朝之地的强者 重塑肉身 并且想办法释放出 天魔秘境 其余的远古异族的残魂 结果计划让秦晨破坏了 功亏一亏啊 那你们血魔教教主 也在驻地中了 教主当年施展技术 挡住两大势力强者之后 便把自己封集于山脉之中 可本座的驻地 虽然不在一块 但也不远 秦晨点头 他此行目的 一是灭杀血魔教剩余成员 二是将血魔教教主 沉睡的尸身 彻底斩杀 据从骷髅舵主 得来的消息 血魔教教主 同样是一名异族强者 进行夺舍的 并且呢 他是远古异魔族中 一名高位的魔君 身份地位尚在他之上 这等人物一旦苏想 造成的灾难 绝对是巨大的 秦晨是不允许 这样的事发生 双 身如闪电 秦晨迅速向前 这次他是孤身来的 没有带着刘泰等人 以他和骷髅舵主实力 足以处理好这一切 若是刘泰等人前来 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反而若是真有危险 只会让他分心 片刻之后 一座阴冷的山谷 呈见于秦晨面前 逗了 骷髅舵主提醒了一声 就是这儿嘛 秦晨强大的灵魂力 瞬间弥散下去 整个山谷里 没有多少生命气息 反而有一股淡淡的 血腥之气缓缓传出 两人顿时一震 怎么回事 难道这里刚刚发生过 厮杀吗 身形一晃 瞬间掠入山谷 下一刻 两人表情瞬间凝固了 整个山谷到处都是尸体 足足上百具尸体躺在里面 场面是无比惨烈 一次次浓郁的血腥气 于山谷中营绕 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 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些人的表情 这些人惊恐万壮 仿佛生前遭受了 什么痛苦的折磨 全身扭曲 身上的皮被一张张剥下 搂住枯瘦的肌肉 偏偏这些肌肉灰白一片 完全没了一丝血色 仿佛体内的血液 被什么东西洗干了 只剩一个骷髅架子 惨烈万分 到底什么人做的 秦晨脸色难看 对方这也太残忍了 分明是把这些舞者的皮 一张张剥下来 任由对方痛苦而死 这种手法呀 人神共愤呢 嗜血大法 竟然是嗜血大法 难道教主大人苏醒了 骷髅剁主 惊得舌头都吐出来了 如果他身上有毛发 恐怕这一刻的 所有的毛都得竖起来 秦晨目光疑惑 骷髅剁主失声道 嗜血大法 是我一魔族 吞噬人族精血的一种功法 人族的精血 对我一魔族而言 乃是大不知物 非但能恢复我们身上伤势 并且能够提升我们实力 越强大的人族 精血功效越深 甚至 人类舞者临死前 因为痛苦产生的怨气 会是精血中气息愈发浓郁 对我们乙魔族来说 更加没位了 神谷里这些人 都是我们血魔教的人 但他们死状 绝对是被嗜血大法吸收精血 痛苦中死亡的 骷髅剁主剩下的话没说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在这山脉里 除他一个乙魔族强者之外 剩下的一个就是血魔教教主了 只不过呢 血魔教教主之前 已至于沉睡之中 并未苏醒 如今看见这么多人的死状 骷髅剁主第一念头就是 他们的剁主大人苏醒了 以为虚弱直接吞噬了 这些人类的精血 秦晨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堪 乙魔族竟有这么变态的功法 竟然吸收人类精血为实 更让他愤怒的是 乙魔族吸收人类精血时 还会让对方痛苦绝望 以增加血液的美味 这是何等残忍的事啊 这些家伙真是变态 就算杀光也不为过 秦晨目光冰冷地看向骷髅剁主 这让骷髅剁主顿时全身一寒 急忙说道 主人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当年恢复修位置 是躺在玄冥关里 玄冥关能够滋养我们 乙魔族的身体 我可没吸过他们精血啊 骷髅剁主吓得活都没了 生怕秦晨催动自己脑中的灭魂液 直接把自己灭杀了 两人飞到山谷中找了一圈 山谷里竟然还有不少尸体 同样是死状凄惨 浑身精血消失 看得秦晨身上是气息愈发冰冷了 哪怕这些人是血魔教走狗 但他们临死的状态 真是太过凄惨了 最终 整个山谷足足有数百人陨落于此 一个活人都没看见 主人 这些人死去没多少时间 教主大人应该没走远 孤狼多主心惊胆震等 你们血魔教教主沉睡的地方在哪 快得委层过去 秦晨心中微微交集 如果真是血魔教教主出事 那就危险了 关键对方实力可怕 如果在百朝之地找一地方躲起来 那想找到对方 难度极高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对方可以不停杀人 提升自己修为 到那时候 整个百朝之地将会一片混乱 主人 跟我来 骷髅多主义前方带路 一路朝着山脉伸出掠去 片刻之后 两人瞬间来到一片深邃的山洞前 这是一个仿佛通向地心深处的山洞 里面漆黑一片有阵阵的阴风吹过 在山洞方圆数十里内 一只血兽都没有 主人 就是这 骷髅多主声音中带着惊记 说实话 哪怕突破到八阶五皇了 他对教主呢 还是有极大的畏惧 一模组等阶森严 这是烙印于灵魂里的规则 很难改变的 主人 两百年前属下苏醒时 曾经在此看过教主大人 不过那次 教主大人尚未苏醒 后来 属下就没来过了 你在前面带路 秦晨直接说道 骷髅多主二话不说 率先进了洞窟 两人迅速向下 大约飞雷片刻之后 一扇残破的石门出现于二人面前 石门已经被打破了 露出里面幽黑的大垫 流露出阴丝森的气息 什么 石门被打开了 骷髅多主浑身寒毛都竖起来了 里面有气息 秦晨灵魂里感觉到一丝波动 率先冲了进去 这是一个足有百丈方圆的地底大殿 大殿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棺材 但此时 棺材空空如也 而棺材边上 盘坐着一个浑身萦绕黑色血迹的青年 此人竟然是魔力 此刻魔力浑身萦绕着黑色的魔气 边上还放着一个玉瓶 浑身气息翻涌 一身修为跟秦晨一样高大七节中期巅峰 整个人如同恶魔一般 怎么会是他 秦晨和骷髅多主瞬间愣住了 而秦晨和骷髅多主进来的瞬间 魔力也看见了他们俩 也是一下完全愣住了 堕主大人 你怎么 魔力恶然地看着骷髅多主 脑子完全不够用了 这骷髅多主怎么跟秦晨在一块呢 魔力 你怎么会在这儿 教主大人呢 骷髅多主也有点发呆 他清楚地记得 教主就沉睡于棺材里 可如今呢 棺材空空如也 魔力却在这边 脑子一时间完全不够了 秦晨心中一闪 连忙传言给骷髅多主道 你就说我被你控制了 马上制住他 不能让他跑了 感受到魔力身上浓郁的血腥气 秦晨瞬间明白了 之前斩杀那些武者的 正是魔力 不过呢 魔力逃跑的手段太过诡异了 当初在废墟宫殿时 他跑过一次 后来从天魔秘境出来时 秦晨专门守在出口 但依旧没发现魔力的踪迹 加之此时魔力给他一种 极为诡异的感觉 他的直觉告诉他 不能马上出手 而是应该稳住地 将他突袭秦中 骷髅多主瞬间明白秦晨的意思 当即走向魔力 愣愣道 魔力 你在天魔秘境中到底去哪了 此子已被本座用灭魂印控制 你无需担心 倒是你 本座有很多疑问 之前驻帝那些人是你杀的 谁叫你的嗜邪大法 骷髅多主一边询问 一边走向魔力 什么 秦晨被杜处大人里控制了 魔力吃了一惊 似乎被这消息震住了 杜处大人 之前那些人确实死于弟子之手 不过弟子是有原因的 是谁欲凭 住口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魔君身边的雨瓶突然漂浮起来 一股阴冷的进风瞬间于山洞中回荡 永夜魔君 你居然被一个小小人类给奴役了 太让本魔君失望了 阴冷的声音于大殿中回荡 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什么 舵主大人你被奴役了 魔力大师已经还没反应过来 骷髅舵主猛的动了 刷 手中出现白色骨鞭闪电般的抽了出来 五道规则与骨鞭上浮现 将魔力和玉瓶一同包裹 迅速的收紧 可就在这时 玉瓶阵战从中爆出一股可怕的力量 一股不弱于骷髅舵主的气息弥漫开来 把她白骨长篇狠狠的震开 同时 玉瓶包裹魔力瞬间闪到了一旁 堕主大人 魔力吃惊的看着骷髅舵主 紧接着 目光变得无比猙獰